好 莱坞晚首次举办了大型华语音乐会 中华之夜 趁着长周末在洛杉矶盛大登场 演出的嘉宾都是这种重量级的人物 包括了流行乐天王王力宏 民歌天后宋祖英 旅欧的钢琴家陈瑞斌 以及香港指挥家苏伯轩等等 在这绚烂的烟火 还有杂技表演的吹哨之下 这场跨越了音乐类型 还有语言繁离的视听响宴 让中华文化在美国的主流舞台上 发光发热 华语流行乐天王王力宏 以曲龙的传人带动唱 瞬间炒热现场气氛 转换歌路抒情王子再来 情歌代表作唯一 感人歌声引起全场大合唱 还来不及细细品味 下一位登场者的嘹亮歌声让人惊艳 一席闪亮的苗族传统服饰 大陆民歌天后宋祖英 一登台就以快智人口的好歌 唤起中青辈的青春回忆 不过音乐会的最高潮还是当两位歌手牵手合作 虽然来自不同的音乐领域 却难得一起演绎多首经典好歌 音乐火花让人眼前一亮 除了歌唱方面 旅欧钢琴家陈瑞斌带来将近30分钟的黄河协奏曲 还有河北杂技团的团员 像小猴子一样灵巧地穿梭于钢管之上 看得观众嘖嘖称奇 另外还有大型烟火秀 墙面上有孔雀投影 天空中是烟火金龙 洛杉矶的指标性音乐场地 好莱坞碗今晚散发浓浓中国风 好莱坞碗是全美最大的露天音乐厅 能在这里表演就是很大的肯定 更何况是一整晚的中华音乐盛宴 对华语音乐圈来说 这场演出不仅让海外华人回味家乡音乐 更是踏上国际舞台的重要领程碑 东森新闻 马力廷英宏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